将柠檬汁倒入茶中随即变成鲜艳粉红色 这可不是在变魔术 而是农委会茶该厂投入研究而成的新品台茶25号 因为比一般茶叶含有较多的花青素才会变色 那这个品种是从民国84年开始田间定植之后 那到今年民国11年才正式在4月份的时候命名通过 那它除了花青素特别的多之外 另外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适合机械采收 也就是说未来在这个人力缺乏 以及相关的这个制程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都可以节省很多的这些人力的一个资源 尤其它的生长室非常的强 那在田间栽培的时候 也可以符合我们未来的有机友善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能做方式的一个推广 那在田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因为它的植芽可以维持将近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所以它非常适合景观绿里 配合我们未来六级产业农业的一个发展 它更能够把这个不一样的颜色带给我们的这个休闲的茶园 所以它是一个兼具多元化的一个茶叶的一个品种 也是台湾第一个首次制芽的一个品种 开茶25号芽叶色泽鲜利 制成红茶水色橙红明亮 具有优雅兰花香 滋味甘醇温和 制成绿茶玉酸可变成漂亮的粉色 很适合用于手摇影品相开发 且有庭圆色彩美化乐趣 让茶农有多一种种植选择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